您看了这个文章吗 说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苦 这门风一看就像是咱们中国编辑人色 这个文章是非常典型的鸡汤文章 就他以第一人称 罗卡库讲述 我不相信 那感觉就是王刚当年说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就那种感觉 他的标题叫 再也没有人查我身份证 我绝对不相信这是卢卡库自述时候的标题 因为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标题 就是为了很吻合我们这个当下生活的状况 因为有一段时间城市里边 对外来人口查的比较严 不像现在说各个地方赞助证一半 或者居住证一半解决一些问题 不断的有警察和保安 还是居委会的人查你身份证 这一下子击中了北漂 上漂 深漂这些个地方人 他居屋定所租房的时候 那些不顺的生活这种状态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一下子就通过查身份证 进入你心里 而且写的过程很删情 我不相信卢卡库文笔能到这场 你看他五道三粗 不像有太有文化的人 字数细节也不太让人相信 就是他里头有一些细节 明显是带有删情 我说是在 我认为卢卡库一定有这样的文章 他成名一个秋星 他肯定有人给他写这个 但是不至于像这种东西改的如此删情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呢 就是也是很有名的评论员 叫石鲁斯 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 老石的朋友圈里发这个呢 就说我向来不相信鸡汤 但是这篇文章挺打动我 这说明什么 我们被文笔 被他的文笔打动 我看着我根本不相信这文章是真的 就以我从事这个新闻工作这么些年 这个文章一定是有人经过 生花妙笔改造出来 但是呢写的很煽情 包括这个卢卡库他母亲 给他牛奶往里兑水 包括家里没钱看有线电视 等等等等 包括自己呢 还没有完全成名的时候呢 自己的老爷就去世了 就这些情节呢 你非常明显从亲情 从励志 从成长 从贫困各个角度 在脑你心底最软的一块 这是有技术的文章 就跟我们现在动辄自媒体号 来个十万家 说白了跟迷蒙写那些东西 我看也没啥区别 那您觉得这样的文章 会激励一些少年吗 应该是会的 没啥太大作用 因为你是把你激励起来 你有罗卡库那铁困吗 你有那两下子吗 所以这种鸡汤就是鸡汤 就是你看80天鸡汤立志 你不如把眼前一个小事做好 是最关键的 夜晚想起千条路 早上起来卖豆 这就是人的现状 就你自己再这么咬一切 我要成名 我要成家 你早上起来 你早点钱都没有 你不得挣去 不得奔去 你先把眼前的事干好吧 郭德纲前段时间 有一句话挺流行的 就是你看 这个要啥饭 没有要早饭的 他要起得来 他早上要起得来 就不至于要饭 这话其实还是挺有道理 那不是郭德纲 不是他说的 这话老早就有人说过 就是我们很多人 听着德纲的东西 觉得包袱都是差 其实多数是原来天津一些老仙人 但是德纲把它转换的非常好 这是他的能力 那么其实